什么啦 入校分享吕伯黛如何编制成手提菜篮 雪荣慈激志工程载信有一双巧手 不吝啬分享化肺为宝的撇步 很难想象当初曾是一名不愿 踏入环保站的门外汉 开始我是带我师姐去环保站做分类 然后我是在车 打包一包饭在车 车在车等他 那过去了然后自成看 然后问我师姐叫你师兄在车怎样 叫他下来啦 那错 就车就跑过来问我 师兄来 下来让我们在这边做一下分类 那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解析 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这样子 然后就慢慢慢慢敬老了 志工不断邀约 陈在兴终于在2013年 跟太太郑秀莲一起投入志工行列 发挥生命价值 然后我就什么戏我都看 韩国戏也有看 印度书都看 广东书 中国书 什么书都看 东西 这样讲一讲 晚上看得很迟了 中文大一台了 有电视机看 那时我看了 前半年了 我才听了几次了 三年就成年 我讲了一个环保菩萨 七八十岁在做环保 大家都做得很欢喜 因为做环保又没环绕 就直接醒过来 我现在才整五十岁八十 我整五十岁八十 我五十岁八十 我还真的沉迷电脑 在玩机 在看戏 我都一下子醒来 好像敲醒我头了 我师姐都改得掉吗 看电视机他都改掉了 没有理由我不陪他 他就陪他两个人去 夫妻同复出 生活更充实 目前四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生活重心开始由家庭转向社会公益 环保站 校园宣导 仿石工作等其他活动 都能看到两人身影 虽然退休 却退而不休 存在性夫妻拓展生命的深度和宽度 代新闻真善美职工张晓婷 许郭靖 马来西亚报导